他与胡明轩 徐杰并成为广东三少 五秒纵观全场 隔扣外援 滑翔批扣 在球场像是一个激情斗士 他就是广东狱前带刀侍卫赵锐 赵锐96年出生于黑龙江 身高195 体重93公斤 接触篮球起源于父母想要他 有一个好身体 也正是这个决定 让NBL百名俱乐部在训练营中相众 将他从黑龙江带到东莞 开始了正规的篮球训练 他身体素质劲爆 成长速度很快 在NBL逐渐崭露头角 11年16岁的他 入选国庆队 凭借亚青赛的发挥 也曾担任国庆队长 但他有更高的追求 可出身NBL 想要挤进CBA并非一世 此时广东宏远教练 杜峰 慧眼诗人 让年仅20岁的赵锐迎来了职业生涯转折点 他敢打赶拼的球风 菜鸟赛季变稳作主力的轮换 犀利的突破和外显三分 让他成为名造一世的CBA新星 不过劲爆的球风和鲜明的性格 也经常会遭到特别针对 但他从来没有被困难打倒 主动去篮球培训机构 提升自己 弥补不足 强大的内心支撑着他一往无前 休赛季入选国家队的锻炼 让他不断成长 无论是热身赛还是亚运会 他都成为蓝蓝红队的主力 决赛遇上老对手伊朗 他封下16加6加3的数据 帮助中国蓝蓝时隔8年 重夺亚运会的冠军 回到CBA赵锐延续自己的表现 在广东完成三年三贯的的赛季 他屡屡打出爆炸表现拯救球队 让他成为夺贯的的头号功臣 是球队进攻的剑头人物 赵锐完成自己的蜕变 从NBL到CBA从轮换替补到 中国蓝蓝的主力 不可否认机遇 但他在背后付出的努力 才驱动他走得更远 他身上不服输的痕迹 和不断完善自己的决心 也让人们有理由相信 他可以成为后翼建连时代的接班人